大家好 这一期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这一棵硅背竹 我这一棵硅背竹是前几天给它换了一个盆的 可能是尤其这段时间天气太热 没有很好的浮盆 导致了老叶片出现退化 那么像这种老叶片退化 也不一定是什么坏事 因为我们给它上盆之后 它的根系吸收养分不充分不完全 那么导致这些老叶片退化 然后养分就留给了新的叶片 大家看像这种新叶片还是非常的漂亮的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给它修理掉 那么我们如何正确修理这个硅背竹的老叶片呢 这个也是有点讲究的 如果我们的修理方法不对的话 很容易导致这个硅背竹的根系被续筋的感芽 那么我们正确的修理方式 应该是在这个叶片的基部以上 大概五厘米左右剪掉就可以了 这样的话它这个伤口会比较小 容易异合不会造成续筋快速的繁衍 那么等它慢慢枯萎萎缩了 我们直接可以拿掉就可以了 这个时候我们也不要掰它 所以我们一定要正确给它修理这个老叶片 这个时候建议大家也不要给它施肥 也不需要给它浇水过量 保持土壤有点点微微食润就可以了 甚至干燥一点也没关系 如果这个时候浇水过多 那么这个根系更加容易烂得快 我们给它补肥的话建议这个时候给它使用这种绿叶宝 这种绿叶宝它是叶面肥 我们直接喷湿叶片的表面跟背面就可以了 这样的话就可以给它补充养分 那么就减轻根系的压力 让它这个新叶片长得更加的旺盛 好了 这一期就跟大家分享 硅背竹刚上盆之后出现了一些问题 我们该怎么处理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